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來 春節限定的卡池終於推出囉 好期待喔,這次的卡片看起來都超級好看的 我們馬上一起來看一下吧 許願術,我現在有3800個鑽石 所以說我可以抽兩次,我可以20連抽 希望拜託,希望讓我抽到新的卡片,拜託拜託 我們看一下喔 許莫的是吃餃子,李則彥的是大麻將嗎 然後白起的是摸手什麼摸頭親手 周其樂的是陪你睡覺嗎 躺著頭邊 哇,每一張感覺都很棒啊 好吧,我們要來囉 啊,緊張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好了 舒緩一下我們緊張的情緒 很好,讓人喜歡 我會永遠陪著你 今晚只屬於我們兩個人的夜晚 我想要盡全部時間去陪伴你 照顧你,愛護你 好吧,我們要來抽囉 好期待啊 真的是緊張刺激啊 今天要來囉 我們可以抽20次 我想要白起這一張欸 好許莫的喔 周其樂也不錯 李則彥也不錯 好吧,每一張都想要 最想要的可能是 白起啊 或者許莫 因為是SSR嘛對不對 好吧,那我們來囉 緊張刺激 刺激,緊張 給我吧 給我許莫 我好緊張 來囉,第一個 陰落無神 這個我已經有一張了 沒有關係 一樣,我開心 好許莫也不錯 再來 R 我抽到激戰啊 我抽到白起的激戰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張好像是行動力的喔 單屬星卡對不對 不錯啊不錯 特務造型欸,超帥的 好再來 這張白起 然後呢 白起 周其樂 白起 啊 新的 底力 許莫 給我一個 吃水澡的吧 啊 沒有 我陰落無神加兩張了 其實啊 那些SR什麼的 重複的 到底有沒有用途啊 只有把它 流氏的用途嗎 有沒有其他用途 因為目前啊 我一些SR的卡片 我都不敢出流氏了 我怕有額外用途 好吧也不錯 我們抽到白起的激戰 然後 底力 好啦,不錯不錯 我們再抽一次喔 拜託給我吃水澡 或者是摸手手 還是清手手 都好啦,任何一張都好 給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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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囉 緊張刺激 刺激緊張 來了 啊 啊 彈無虛方 啊 啊 哇 我抽到了白起的此生 就能練輕手手 好開心喔 超開心的 太帥了吧 我要混倒了 這張超帥的 對不對 哇 超開心的 太棒了 再給我這張 許莫吃水澡吧 再來喔 李澤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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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琦羅 啊 這是什麼 這個不是這次限定的吧 不是 李澤妍世界之外 這個是我們 在幫他圍圍巾嗎 這張還蠻帥的 仙情眼神 好不錯不錯 再來 李澤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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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琦羅 哇 沒了 哇 我抽到白起的輕手手啊 超開心的 不過 我有那種 限定版的 收集癖好啊 不論是任何東西 只要是限定版 就會讓我很想要 很想要它 所以就是上一次的 新年的卡池 跨年那個時候 我只有拿到周琦羅的初學印記嗎 我沒有拿到白起的 追追光芒 那張我沒有拿到 然後上一次李總的 生日卡片我也沒有拿到 可是啊 這次的春天限定卡片 每張都超好看的 好小的四張的收集喔 怎麼辦 我的收集片又開始了 啊 玩這遊戲真的是 你要去面臨這種 限定限定 動不動就限定 讓人心癢癢 可是我沒有鑽石了 就是火豆到什麼時候 到2月10號 到時候也許 我可以再存到鑽石再抽一次 我不確定啊 要不然就是 我有考慮啦 我有考慮要幫他買投資 這個 投資計畫 三百塊 然後你可以拿到 多少 四千賺 我又可以抽兩次 我不知道我在考慮了 你們抽到什麼 你們有買這個東西嗎 投資計畫 感覺這個好像是最划算的 我不知道了 我要想一下 可是這也是 森林版的拿不到 真的很痛苦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抽到卡片 第一個是 哪一個 我們抽到的 白起的 此生劍鏈 哇 這張卡真的超好看的 這角度超帥的 然後他的領單還鬆開 他的數值是 行動力最高 然後輕盒力 然後我們還抽到了什麼 我們還抽到了 白起的基戰 燉了許莫的這個 潛純月光 這個我有換 我有抽上一次的活動 好 白起的這個基障 我們看一下喔 特務裝 這個是行動力嗎 對 哇 等級1的卡片 行動力378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超高的 好 我們看一下 李澤燕的 世界之外 這個是 金合力跟創造力 這張很好看啊 有種先行對望的感覺 女主角真的好嬌小喔 差一顆頭多了 對不對 高度差超過一顆頭 李澤燕好像是185公分吧 應該是 所以目測的話 女主角可能 150幾公分嗎 會不是很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抽到的 李澤燕的卡片 有新的簡訊 李澤燕秘密 有時候敞開心扉 並不是些難事 不是嗎 剛才跟你說的 關於我母親的事情 希望你能保密 母親怎麼了喔 我保證 這是你我之間的秘密 她去世的時候 我沒有陪在身邊 雖然為時已晚 但我還是會打電話給她 好像還不曾離開 好張心喔 我有過相同的感受 父母去世之後 我有過相同的感受 所以我理解你 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理解 另一個人 忘記剛才發生的事情吧 我們被打槍了嗎 敞開心扉有這麼難嗎 不要把自己 關在這殼裡啊 怎麼了 敞開的越多 曝露的就越多 這個話題到此為止 不過還是謝謝 我覺得啊 這種感受真的是 很難受啊 真的 我覺得人的一生當中 有很多事情 你都是可以習慣的 唯有 生理死別 是不管經歷多少次 你都無法習慣 不過沒有想到啊 嘴裡雖然的母親去世了嗎 而且還會打電話給她啊 好難過喔 你們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 《PS我愛你》 或者小說 它是小說改編的 裡面的女主角 她在她老公去世之後 她也還會打電話給她手機 聽她的語音留言 因為裡面有她的 喔 電話錄音 她老公的聲音 真的超難過的啊 我突然發現白騎有簡訊啊 我什麼時候拿到的 聽韓也說她惹你生氣了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連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生氣啊 我沒有生氣啊 你和韓也關係很好呢 那就好 畢竟是認識多年的朋友 所以她是可無嫌體正直嗎 嘴巴上一直嫌氣含眼 喔 你們性格差這麼大 還能成為朋友 真是很不可思議 她比較煩人 要說什麼呢 我也是你的好朋友嗎 你是怎麼看待我的 喔 這樣好了 我不想把她 歸類在朋友內類 那你 又是怎麼看待我的呢 你想知道嗎 當然啊 要不要幹嘛問你 會告訴我嗎 怎麼不見面回答啊 我想說 你會告訴我嗎 只要你想知道 我以前 是想成為你的朋友 在你的生活當中 有一些存在感 那現在呢 那現在不想了嗎 我已經做到了 但卻不是終點 喔 是希望我們的關係 能像你和韓也一樣好 這個不行啊 怎麼可以讓她變得死的 你今天很不一樣 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我們選 感覺你今天和平時不太一樣 想起了一些事情 我還有任務 之後再聊吧 我們好感度加好少喔 剛剛李澤言的好感度加八十幾喔 白騎這一封才加五十而已 好啦 算了沒關係 好 那我們之後 再起來看新開啟約會劇情囉 那你們抽到什麼 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討論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喔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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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